今天看到一个帖子,作者是焦小花同学,帖子这么说,最近招了个浑身软肋的优质员工 房贷一般50万,28岁,独生子,孩子刚出生,媳妇没工作,关键是技术能力还强 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人心这么坏,写这个帖子显然是员工的老板 你想象一下这个优质员工坐在他手里,真的很可怜 当时我就想起了王志文流传于世的语录,今天我就摘录了一些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段话非常经典,你可以当作一段励志的文案来理解 这段话是这么说,他说改变自己最快的方式就是做你害怕的事,依赖任何人都在慢性自杀 你要明白大树底下无大草,能为你遮风挡雨,同样也能让你不见天日 所以不要把任何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没有谁离不开谁,能留在身边的就用心对待 已经离去的也不必挽留,都要自己走才有骨气,想要自己转才有底气 人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拼出来的坚强,如果没有躺赢的命 你就站起来奔跑,人只有想变好才会焦虑,混吃等死的人是不会焦虑的 眼光毒,胆子大,脑子活,嘴巴甜 脸皮厚,手段狠,心肠硬,臣腐生 这样的人不成功都难,那前一阵子我在网上看到一段也是王志文的台词 王志文说,如果拜佛能有用,你连庙都进不去,如果种地能挣钱,农民将无地可种 那现在我看到网上流传的最多的是天道里面的台词 我先念几个天道的台词 第一个,人穷根本上是面对两个问题 一是生存活下来,二是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心有个安生之处 第二个,如果我的能力让我穷困潦倒,那穷困潦倒就是我的价值 三,生存法则很简单,就是忍人所不能忍,能人所不能能,忍是一条线 能又是一条线,在两者之间就是你的生存空间 四,天是什么,天是神,是上帝,是创造万物者,是全能全知者,是变在不可见者 一句话,天是道,是事物规则和自然法则,有点穿着,但是还是能够自圆其说 第五,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文化 第六,只要不是我决道,误道,你给不了我,给了我也拿不住 只有我自己决道,误道,我才有可能做到,能做到的才是我的 你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人,你要想清楚他能不能接得住 这是个问题 第七,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 就是别靠自己 第八,神就是道,道就是规律,规律如来,容不得你思考,按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 第九,得救,不是破了戒的狼吞虎咽,是觉悟 第十,有道无数,数尚可求也,有数无道,止于数 十二,越是头脑简单的人,越需要点缀和填充,而头脑复杂的人,则对简洁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 这还有十条经典的语录 第一,无权无钱,不谈格局,生存才是王道 无人无事,不谈情怀,务实才是根本 任何人的底气都来源于经济实力 有钱才行,钱是好东西 它能解决人的99%的焦虑 它是人的胆子,让人不懦弱,让父母不低头 人这一生要用钱来捍卫尊严的时刻太多了 所以人只有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有了生存才有诗和远方 第二,烧香的不一定是善人,乞讨的不一定是穷人 顺着你的不一定是好人,穿着衣服的不一定是人 后面这肯定是他们想不出来写杀了,是凑的 记住,和陌生人说话只说30% 和熟人说话只说50% 和家人说话只说70% 既保护了自己的秘密,也是看透不说透,看破不说破 第四,人的愚蠢是强称面子 折了李子,面子再重要也比不上日子 面子再好看也比不上内心的自在舒坦 幸福是真实的,面子是虚无的 只有放下面子才能活出李子 我是不大同意的 面子是一种防御 其实面子是在一个丛林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 防御公式,面子不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东西中国人不会要,中国人要的东西都是 非常有用的 四,没有通天手段,拿来家财万贯 永远要记住,负在数数不在劳身 利在局势不在利根 所以你要抬头看路,而不是低头干活 吃苦这条道路看似光明坦荡 但实际上只要会吃苦,污水恐怕是无穷无尽 如果吃苦能翻身,那快递员都是富人 酒喝不出朋友,烟抽不走寂寞 狐朋狗友说得再美,都抵不过岁云几两 自己不强大,一切都是富人 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认可你 别以为工酬交错就是朋友,加个联系方式就是自己 在这凉薄的世界,每个人都很忙 没有人能够成为你的救世主 能拯救我们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第六,人要学会两样东西,一是心事,二是本事 心事要藏在自己心里 一旦说出来,就成了别人嘴里的故事 如果心不设访,受伤是早晚的事情 本事也要藏三分 本事如锋芒,很容易扎伤人 人都有嫉妒心理 宁可接受陌生人的成功 却很难容忍身边人的拔尖 手嘴不惹祸,手心不出错 口无遮拦都是只管自己说的爽,不管别人听的心情 不要随便遇见一个人,就对他掏心掏肺 在你看来他是朋友,在他看来你是个口无遮拦的傻子 人一旦历练到了不想说话,不想争辩 不想巴结,不想讨好任何人 失去了交友的兴趣 失去了聚会的兴奋 变得越来越沉默 甚至连逢场做戏都懒得去装 那么你就悟透了人生,看透了人生,在成功的阶梯上没有真正的朋友 只有利益的拧合 你要是混得好,随便说说,别人都会拿你的话当荆轲玉律 给你呐喊,把你当成神 你要混得不好,你说啥,别人都不会认同你 甚至对你的话嗤之以鼻 让你当场没面子 看透了人性之后,你就会变得以孤独为荣 不再淫昧世俗 不愿附和附庸 甚至连无意义的社交也不想再做 与其推杯换斩,载个载五 不如静静地坐下来喝一杯清茶 与其阿谀奉承世俗 还不如独来独往 凡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把你丢下的人 不管他们是亲戚朋友还是恋人 都没必要再继续交往了 他们明知道你在煎熬,却能够做到冷眼旁观 甚至落井下石 这样的人直接选择无视和淡忘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辉煌时的万人庸 不敌落魄时的一寸心 困难是伸出的那双手 才是难能可贵,才是值得深交的 第九,猪到死都不明白 手拿尖刀杀他的人和给他一日三餐的人 是什么关系 你被什么保护就被什么限制 人性的愚蠢之处在于过分的 稀不舍也 有所稀便有了致命的弱点 舍不得和放不下是人类的通病 第十,不要当一个宣作的的人 高手相斗比的是内功 而不是蛮力 拼的是火候 而不是火气 两人有矛盾 桌子底下使劲 使劲踢就是了 不要主动撕破脸 如果压不住火 沉不住气 往小了说是没臣服 往大了说是没格局 这是官场职场之大击 人不能事故 但不能不懂事故 如果你觉得人情是送礼或者拍马屁 事故是为人圆滑 甚至是狡猾 那么你所谓的人情事故 也只适合与低层次的人打交道 真正的人情是人性 真正的事故是对事物本质 对规律性的洞悉 只有懂得人情事故才能弄明白他人思考和行为背后的动机 这些台词我们念下来 每一句话背后都是心酸 都是血泪 我有几个感想 分享一下 第一中国人所谓的成功 都是产生 第二个中国人的生存真的是刀光剑影里的狗活 这感悟里面全是伤害 你感觉不到这个社会的温暖和善良 第三中国文化没有让你强大的教诲 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强大 因为皇帝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强大 第四如果只是为了生存这个人生真的没意思 人生还要实现自己的愿景 还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中国人最需要的是爱和宽容 但是现实不允许 可惜了这么美好的事情 王志文的这些台词里面看得到爱吗 看不到 听到的全是无情和看透 欢迎讨访者 王志文的参加